譬如你看我是對勢不對人 譬如說稅收操徵的這個議題 他因為比較學術 比較理論 所以應該可以來討論 問題是你出頭 搞錯了嘛 對不對 你用一個錯誤的觀念 然後去那邊歐陽 使得置換概念 然後變成被國民黨說 國民黨就是說 高家瑜講的那個稅收操徵 對 這就是行政失禮 我們挺他 我們聲援他 你就是變成敵人的素材的材料了 那將軍我覺得 他角色有點尷尬 因為你本人其實是 退黨的學長 他們現在是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前國民黨的良心 那你現在怎麼樣來看 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我蠻羨慕高家瑜的 羨慕 對對對 就是他當一個良心 良心的一個政治人物 得到了這麼多藍營的好朋友的支持 包括尤淑慧 王洪威 這些以前我們都在聲援他 我被打的時候沒有人聲援我 真的 我被打 我被聲蘭打的時候 我被黃復興攻擊的時候 這些人只叫我一件事 相忍為黨 相忍為黨 不要再出聲 不要再講話 你怎麼不去叫高家瑜閉嘴呢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說我很羨慕高家瑜 那高家瑜在藍營的群組裡面 或在藍營的節目裡面 我告訴你 如果于北辰去跟高家瑜做個評比 我告訴你 我一定被KO 我不騙你 藍營的恨死我 喜歡死高家瑜 真的超喜歡他 因為就曾經有我以前聲浪的朋友 告訴我一句話 他于北辰 學一學高家瑜 人家都覺悟了 你知道嗎 你還執迷不悟 我說我執迷不悟 我沒有執迷不悟 我在走中華民國路線 高家瑜在走他自己的高市路線 所以你們是被他的美貌給迷住了 你知道嗎 他沒有真的走中間路線 為什麼 如果今天高家瑜真的這麼棒 藍營這麼喜歡他 其實有個雙贏的方式 2024年藍營提名高家瑜 用國民黨的身份在港胡選 會不會當選 你們大順會不會當選 我跟你講不會 真的不會當選 藍營喜歡是喜歡你背著綠色的十字架 然後罵綠營才舒服 當你真的投懷暴力 變成藍營的時候 所有朋友一夕之間變敵人 我跟你講你來幹嘛 我們排隊排很久了你知道嗎 你來這邊亂什麼亂 回你的民進黨回去回去回去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 所以高家瑜很清楚 他現在處境 他非常清楚 那其實高家瑜這個彈要怎麼拆 很多人說趕快開除他 賴清德主席上任之後 趕快把高家瑜給開除了 我個人覺得不要這麼武斷 因為我跟李正浩都有切身之痛 讓讓他申訴一下 讓他講講話 對當時李正浩離開的時候 我離開的時候 也沒有人讓我講話 就是說余北辰你背骨 好啊 你讓我到中常會 讓我到地方 讓我講講看 我為什麼背骨 你說看我哪裡背骨 讓我說明白 講清楚 你真的覺得我糟糕 開除我不辭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子 可是當時國民黨沒有這樣對 我也沒有這樣對李正浩 那我們就這樣離開國民黨 沒什麼遺憾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理念不同的離開 我覺得是正常的 走自己的路 那高家瑜現在這個狀況 我覺得賴清德未來當了主席以後 是不是給他個機會 面對所有對他有意見的黨員 包含年晃 你這招也太高了 你那個岩上的 不這給他一個機會 你不要拾問虛答 不要今天年晃兄去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攻擊 誰為什麼要攻擊 他說拜託身體健康 不要氣壞身體 這叫虛答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你去問今晚會主委 黃天目的資料 你會用錯誤的資料來做詢答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問 你針對這一位同志 你所切入的點 你是原因是什麼 你要講清楚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對你有 有對你覺得很痛心的人 你都能夠撫平他的傷痛 我佩服你 我佩服你 那如果你不能 你講了一天都是阿薩布魯的 然後都是身體健康了 好好走 小心走慢慢走 不要不要鬧 如果你是這樣子講的話 沒有人會喜歡你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再對他施以黨紀處分 我覺得精準一些 否則的話人家會輕痛愁快 真的會輕痛愁快 我覺得你的 你這招比較好 剛剛時期講說點名要點出來 可是他現在是說 你要直接去跟黨員面對 不用幫他造這個場 我認為不用幫他造這個場 如果要知道說 你高嘉瑜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不斷的用錯假訊息 攻擊自己的話 我覺得黨內部自己中評委 什麼考計會 自己私底下面約見他 約見他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好的說詞 如果再去讓他跟黨員 應該沒有什麼黨員要去 然後反而讓他再造一次 昨天那個場 那他又成為民進黨良心中的良心 那還得了 因為為什麼我還這麼說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賴清德主席上任以後 第一個難題 如果是處理這幾個人 我覺得對民進黨的未來不是好事 那一時會讓黨員很痛快 可是後續會造成很大很大的副作用 所以我是以切身之痛 我自己的經驗來告訴大家 當時國民黨沒有這樣對我 如果他給我這麼一個機會 說不定 還好沒給我 還好沒給我 給我的話 我現在可能不是市議員 但是我就要講說 如果用這個方式 你突然間開除了高嘉瑜 讓他覺得很冤枉 讓他覺得是被犧牲者 是為了改革黨而犧牲的 他會變更大 他會變更大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不見得他會加入國民黨 說不定他跟柯文哲去聊一聊 也有不錯的出入 可是這樣子對民進黨來講 是個傷害 尤其是對民進黨現在氣勢 這麼低迷的狀況之下 會是一個傷害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現在賴副總統的智慧 絕對超過于北城非常多 可以建議參考一下 那我要請教宇韶老師 我們在這個部分 他講說 這個胡彩平的說法是說 醒醒吧 現在開除他只會重創民進黨 下面的他的朋友的回想是什麼 朋友說 我覺得朋友 這些朋友應該也都 就對政治是蠻熱衷的 他講說 其實看起來 高嘉瑜就是民進黨的徐巧心 走偏風蹭聲量 可是徐巧心至少是忠於國民黨 但高嘉瑜只在乎他自己 那這邊呢 另外一個網友就講說 希望至少要讓他有警覺 就像石崎剛的建議 你要點名做記憶 你要乖乖的 我們都會盯著你看 確認你的話 不是用錯假的資訊 來打蹭一波自己的聲量 綠營的支持者不是沒有選擇 然後即便呢 這個港湖這一席掉了 我們也是在所不辭的 那回過頭來 還有一個人他看到的點 他認為說 高嘉瑜在那個現場 昨天那個現場 根本就是精心安排的 一場秀而已 來 宇山老師 我先說 這個財經完美 帶風向失敗 從下面留言的過程之中 就知道你的企圖 我不知道你的動機是什麼 但我是覺得 哪有這麼巧的事情 為什麼你跟卡神 發文的時間都很接近 你們到底有什麼的 內部的這種狀況 或是 你們為什麼這麼同情高嘉瑜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先說 我們在江湖上走跳 還有很多基層的朋友告訴我 大家最討厭什麼人呢 最討厭假掰兩面人 什麼叫假掰兩面人呢 看官不看假 還有有了現在就忘了過去 我先自己現身說法 我在陸委會服務過 在陳明通主委辦公室服務 我那時候接到高嘉瑜的電話 有多客氣呢 請問學長 今天主委老師在嗎 可不可以安排個時間 我要跟主委跟通師 如果是陳明通的學生 都會叫通師 請義 這是過去的高嘉瑜 因為我對高嘉瑜的認識是什麼 晃哥是評審 不好意思 又把你這個揪出來 我是蔣高嘉瑜 我都要道歉你 國大代表的時候 國大代表 就他跟孫德志 那時候我在黨中央服務 有所謂的任務型國大的選舉 民進黨 他是最人輕的 任務型國大的代表 所以左一句學長 右一句通師 那搭配現在 我個人也跟他同台過 他也沒叫過我學長 也不是說我一定要他叫我學長 我叫打個招呼 都是同志 他只會叫你張餘燒了 他沒叫我十百 名副算是客氣了 你是說before after差很多 這個就是 我剛才所說的 人在江湖走跳 最討厭的是什麼 我跟時期也認識一段時間 不會因為我的身分跟角色 他就不開玩笑了 基本上 對... 這是一律公平的 十百你不要這樣 對... 到現在還是一樣 所以我說高嘉瑜的 第一個問題的地方是 大小眼跟差別對待 人前人後 真的差很多啦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各位啊 你得了解昨天那個什麼叫做 精心設計的一場主秀 他是主角 甚至呢 他可以把賴清德利用當成配角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各位 大機場之前他做什麼事情 所有的立法委員都在門口等賴副來 總是要對副總統有著尊重吧 他一個人不等人家 不等副總統跑去大進場 而且大進場是什麼 笑罵游人 從容不迫 而且走路還很慢 而且還蠻暗樁 有人線上溫暖 然後還有人提問 那個提問人 看著手機還寫好 這個逐字稿來問 他想要告訴大家什麼 他想要釋放什麼訊息 尤其是他上台說那段話的時候 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他想要告訴大家我不會退黨 為什麼 民進黨是我們一起打拼下來的 第二 民進黨是我們 沒有什麼你們跟我們 我高家也是民進黨的 叫我退黨 門都沒有 第二個是什麼呢 民進黨過去最重要的 就是給年輕人機會 所以民進黨如果叫我退黨 就是不給年輕人機會 大家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還有呢 我剛才說啊 我也是有聲量跟支持的 你看一開始開場的時候 我的事實在說看我給我買 就開始燉茶嘛 最好笑的就是這一段 什麼人就幫他接話 很開心 對 他也不會面不改臉 別面不改色 這些東西就告訴大家 叫我退黨門都沒有啦 沒有說叫我滾蛋這回事 最後講的地方是什麼 他已經是這一場 主秀的贏家 把大家淪為配角 他知道他這麼做之外呢 綠媒今天一定會 踏伐他 批評他 檢討他 左邊有這個聲量 接下來呢 藍媒會吹捧他 同情他 甚至呢 把他呢當作 見縫插針的工具 那接下來 高家也是民進黨良心 聽得快吐血 所以說 在座這些人 包含建昌議員 晃哥啦 或是文傑 前議員 還有包含我 我們都不是民進黨良心就是 這第一個 第二 民進黨是議員堂嘛 這個時候呢 民進黨是懂得檢討自己的同志 還有民進黨不知反省 你現在發現呢 由網美幫他帶風向 有卡審判造勢 還有由淑惠議員說呢 在港湖區 唯有了高家瑜才能贏 為什麼 是民進黨需要高家瑜 不是高家瑜需要民進黨 那我就順這句話當結論好了 高家瑜這麼無所不能 他就退黨自己選就好了 反正沒有民進黨 他都選得上 如果不能這樣子好了 把民進黨這個良心 送給游淑惠你們 變國民黨良心好不好 我是說的 你收不收吧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問一下劉財文的意見 可以不要嗎 國民黨良心在這邊 對 他也被開署了 我現在不是了 沒問題 或是當高家瑜跟游淑惠 要初選的時候 我看游淑惠你會講這樣的話嗎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難過的地方是說 今天藍莓的地方 會把這個東西 當成民進黨的笑話來討論 聲量有了 金鐘罩還有保護牆都有了 這個時候誰敢動我 但高家瑜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 你的這個心機跟計算 會不會按照你的劇本走 我覺得那可真的不一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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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